上周末的国庆晚会 后座力增强 除了二姐将会华丽回归 话题十足 更重要是赖总统抛出的祖国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绝对不可能变成 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 反倒是 中华民国可能会是对岸 75岁以上民众的祖国 我要在此严重地呼吁 赖青的总统 立即冷静下来 放弃荒谬违宪的新两国论 不要为了个人错误的意识形态 而让全体台湾人民陷入险境 否则你就是对不起台湾人民 你就不配担任中华民国总统 对不对 各位热爱中华民国的乡亲父老 各位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双十国庆 普天同庆 渤海腾欢 我身为中华民国前总统 本来应该出席 总统府前举行的国庆大典 但是我今天决定不去参加 因为赖青德总统 主张这个新两国论 追求台独路线 严重违反中华民国宪法 将把台湾2300万人民 带向险境 根据中华民国现行宪宪法 台湾跟大陆彼此之间 并不是两个国家 而是两个地区 可以相互和平共处 我在总统任内的民国104年 2015年 也就跟大陆领导人 习近平先生 在新加坡会面 两岸也签署了23个协议 但是赖青春总统 现在却违反宪法 提出新两国论 引发台海紧张 全球严重关切 他已经成为一个 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 现在国际间已经有许多质疑 赖青的路线的声音 包括美国华盛顿邮报 The Washington Post 批评赖青的挑衅程度 包于蔡英文总统 又有全球知名 总部施语 摄于这个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 国际非政府组织 国际危机组织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 最近发表报告 跟着建议 赖青的总统 应该重申依据我国的宪法 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来处理两岸关系 避免挑衅的语言 各位朋友你想想看 一个美国的媒体 跟一个欧洲的民间组织 竟然同时批评 赖青的总统 违反他自己本国的宪法 这实在是令人难堪 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 赖青的总统 难道不应该自我检讨 赶快改正错误吗 我要在此严重的呼吁 赖青的总统 立即冷静下来 悬崖勒马 以全体台湾人民的幸福为念 放弃荒谬违宪的新两国论 不要为了个人错误的意识形态 而让全体台湾人民陷入险境 否则你就是对不起台湾人民 你就不配担任中央民国总统 对不对 谢谢大家 马彤彤 您认同赖总统的主国论吗 您认同大民国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你刚刚有没有听讲 所以等一下真的不会去升旗了吗 等一下不去了 欢迎的观众朋友 上个礼拜六 10月5号的国庆晚会 你看了没有 现场两万人 我跟透支哥也是其中之二 我们在现场起立唱国歌 看二姐唱歌 太感动了 三个哭点 我一共哭了三次 等一下再告诉你 但是问题是 谭江桂二姐都开心 我现在这一趴先跟你讲什么 讲赖清德 赖清德总统来 但是他来的时间比较短 而且唱过歌的时候 他并不在 所以已经事前就引发 很多难以的人之意 等一下 为什么中间空一个位置 韩国瑜跟蒋万人中间的位置 从头到尾都是空着 那就是赖清德总统的位 你都没来坐 连坐都没坐 换他自责坐他进场 然后讲完话就离开 你都已经决定 你自己知道你要讲什么吗 对不对 如果来了以后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大家晚上啊 晚安再见 你都已经知道你要讲这个了 你要抛出两岸的敏感议题 就是中华人民共国不是我们的祖国 分两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 他论述我完全赞成 那赖清德总统讲完这个话呢 这个英国的卫报 网路上面也有人报道 但没有到说全世界都关注了 第二个 赖清德总统讲了这个话 其实在针对谁讲 针对有一些 可能真的西班牙两岸统一 希望把对岸中华人民共国 当成是祖国的人讲嘛 但我要跟大家讲 早不可以放下那个画面 现场两万人到底有谁这样想 可能台湾有人这样想 但是会去现场的人 会起立唱国歌的 会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 热爱银框的人 基本上不会这样想嘛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去 长青老人的那个活动 大家要去运动哦 不要拨抖哦 去小朋友讲说你们要早点睡 要吃健康 你真的什么主题 讲什么话嘛 所以会有人质疑就是说 不是认为赖清德总统讲的内容不对 而是说你何必在这个场合讲 我能够理解 所以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赖清总统的祖国论 已经从礼拜六间到礼拜一了 烧了两三天 目前还在继续延烧 好 今天就是面面向上的一个 延烧之后的一个冲突 化学变化 第一个我刚刚说了 隔天哦 就是祖国论的隔天立刻 激见清朝而出位 对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 如果他以前都没有 祖国论讲完第二天来 那就大家讲很针对 但其实应该说这几年以来 就是已经频繁的军机跟军舰都会来 但是当然他的这个架势跟这个 这个是来的这个对 算蛮频繁的 那观众朋友 赖清德总统是我们现在目前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跟前面几位总统相比 我简单跟大家讲 比如说李登辉前总统 他就是那种相当的内敛 深藏不外露 做三分板凳 你猜不透他的 他就是直球对决直来直往 每天一上来就讲到那比大小 直接翻牌就看谁大谁小 就结束了 所以他才会这个场合讲 他认为应该讲的话 但是也因为这样 今天联合报就做了 这个相关的两岸的相关统计调查 2024年现在赖清德总统上来了 所有你能想到的政治社会军事经济 还有互相两岸的交流 他的紧张关系都是历史上的新高 任何一个数据他都往上提 所以民众会觉得说赖清德总统打中的 打中的结果呢 就是两岸看起来更加兵凶战危 那这也是赖清德总统 他选择直球对决 他到了现场 直接对着所有的人 透过网路跟电视画面告诉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我们的祖国 想要在前几天10月1号的时候 我们看到好像有一些艺人 有上面写微博 祝这个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新中国快乐 不好意思 请你不要写祖国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是中华民国国民的祖国 因为伪汉人在现场 所以当总统讲出了这个祖国论的时候 你在下面听着你有戳戳戳吗 怎么在这个场合 然后一样民进党执政 当时小英在国庆晚会的 这个相对的出现的时间点 跟赖总统做个比较 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我人在现场 所以前面他在讲的这个谈话过程 前半段是完全没有政治位的 非常谢谢韩国医院长 晚会努力再努力 再彩排再彩排 找到二姐江会 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弄这个场地 所以感觉就是心里如鱼嘛 就想要离开了 突然讲说 前几天我们的邻居过身世 讲到成为人民共和国 那问题是观众朋友 我的看法是 你既然都已经有这个论述了 既然你都决定要把这个东西 这个针刺出来 撒出来了 你为什么没有在现场唱国歌 来这个照片在这边 这是监察院的副院长李鸿源 对不对 然后呢 立法院的院长韩国瑜 行政院院长 院长都到了 台北市长也到了 他们中间其实有一个位置 是给赖金德总统 如果你也从头到尾唱国歌 拿国旗 赖金德总统不是不唱国歌拿国旗啊 他今年的5月20号不是旧事典礼吗 他跟那个黄平洋 孝敏琴就唱国歌 无党所终 四个字他也唱啊 那你这样子就会被很多的民众指引吗 你不是爱中华民国吗 第二个 你刚刚比赖 那个蔡英文前总统 蔡英文前总统之前是有到的 有唱国歌的 而且林宇都还坐在现场的 所以你这个维安 我就说嘛 你这个维安 你今天跟大家讲说 因为维安我不能够坐在那边那么久 这个会被质疑的 以前的总统难道就没有维安问题吗 而且他还是大巨蛋 他又不是世外的场地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赖金德总统他现在目前 他就是这个个性嘛 两岸的议题他就直来直往 看到了就在这个国庆晚会的隔天 总统去看灾 回到了巴黎的故乡 这次实在来讲 新北受灾也非常的严重 总统来到故乡 回到家乡 开出了支票 最高补助到50万 其实是很好 照顾这些乡亲 问题是 又被质疑了 你怎么到别的地方看灾 你都不开支票 只有独独巴黎 你是偏心吗 他这个基本上是万里 因为他是万里人 所以新北淹水严重 万里金山 不是都是水淹成灾吗 所以赶快去看 然后他也趁这个机会 国庆晚会要讲点政治 看在也有讲 所以这个治水预算 我已经在上礼拜五 跟大家报告了 对不对 看棒去我们都知道 今年的预算 是明年 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在审的是明年的 所以不会有说 这一次这山陀的台风来后 没有办法行政院 波普这个预算 会变不出来 那个是明年的 现在如果要弄第二预备 进赶就动就可以了 所以蓝力的立委 赶快来省的预算好不好 又把这个议题 给带入到政治 所以我要跟观众朋友讲 就是说赖秦德总统 他不管因为他是总统 讲什么话都会被关注 比如说他选择去万里 不可能分身罚住 跑那么多地方 高雄还没去 大家讲说 是不是陈其迈 他会怕卖卖 我目前了解并没有 只是陈其迈因为风很大 但是淹水淹得更严重的是 金山和万里 所以他选择去新北市 到他的故乡 去进行看宅 还有关于派系 我们从上个礼拜 就一直在关注这个面向 党内的派系的整队 赖系之外的那个阴系 在小英不在了之后 阴系越来越壮大 这件事情会变成 他的心头的一个阴影 心头的一根刺 我们媒体 也不是每天 在话声 吃饭晚饿 我们会观察非常的仔细 国庆晚会当中 其实赖秦德总统 说实在 你可以待久一点 你没有待那么久 但是你跟蔡英勇 因为蔡英勇总统 准备要出访 观众朋友 他要到欧洲 他要捷克其他国家 之后有一些细节 你知道吗 他就在赖秦德总统 生日这一天 10月6号嘛 礼拜天 因为就是赖秦德总统生日 他就到总统官邸 回来 首次我临州见面 你知道赖秦德总统 刚刚那个总统 提供的画面 他是直接走到车道去整 他走到车道去 欢迎 对不对 小英总统回来 对不对 然后进来的时候 你看两个坐在这边 有没有 两个人看起来 他也不会说 我现在是总统 你已经不是了 他也是磕磕磕磕的 对他的总统 所以他并没有谈到 什么派系之间怎么样 但是你看 直接去车道 欢迎跟欢送 做的时候身体还去一边 哇 表示赖秦德总统 对他的尊敬嘛 那现在目前在党内 政治实力 最有能力跟赖秦德总统 或是新潮流制衡的 就是赖秦德总统 现在目前看起来 算算人数其实差不多 所以蔡英文总统 他的做法 跟赖总统完全不同 他比较深藏不漏 他很多话 没有讲得那么直接 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互不隶属 整个八年才讲两次 但赖秦德总统 有可能一天就讲两次 所以他们两个 确实个性完全不同 而现在赖秦德总统 是非常尊散 尊散 散归赖随 继续走这样子的两样路线 好 宇轩你怎么看 国庆晚会 这么样的一个大喜的日子 总统提出的主国论 我必须客观词评来讲 不要说我 你看一下韩国瑜的反应 赖秦德在讲主国论的时候 说中华民国应该是113年生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75年 理论上他们不会是我们的祖国 你看那时候韩国瑜在台下干嘛 笑得厉害 韩国瑜很高兴 而且那不是我们讲 不是礼貌的笑 是韩国瑜在那边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必须要磁品来讨论这件事情 请问一下赖秦德 陈述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事实 是事实 他当然是事实嘛 那祖国我讲这件事情大家很反感 你问台湾2350万人 说中国大陆是我们的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的祖国 大概有2300万人 都举双手反对 不舒服嘛 这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 所以赖秦德在这个节骨点上 提出来这个很多人有两面 第一面就是说 你哪壶不该提哪壶啊 你为什么要在国庆大点的时候 挑衅中国呢 对不对有人会这样讲 但另外一个层次 赖秦德过去的封号叫什么 叫台独今孙嘛 但他讲出了中华民国 113岁生日这件事情 我坦白讲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因为你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认同我们的国家 认同我们的国旗 甚至在国庆的这个日子上 讲出这句话 所以我的反应基本上是跟韩国瑜一样 因为你要仔细观察 当赖秦德走下来的时候 韩国瑜其实有跟他讲几句话 那个嘴型啊 很像说讲得好讲得好 称赞他嘛 那韩国瑜是不是一个绝对是中华民国派的 当然是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对于他国庆的发言 我认为并无不妥 本来就是啊 我们现在在这个节骨点上 全世界 大家都会在关注这件事情 就混淆嘛 你到底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还是Republic of China 到底China是谁的China 那赖秦德的意思就是 对 就是有Republic of China 而我们才是真正最早的那个中国 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这对一个台独立场的人士来讲 讲出来不简单哦 代表说他有在折冲哦 就是一个很大的跨越 所以当然有部分国民党支持者 看来会高兴嘛 但第二件事情回过头来 场合问题 就是说当今天 你看到中国怎么反应 马上共激来了 共建老台了 兵凶胀占围的氛围又来了 都在两岸之间大家觉得 哇越来越恶化了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之后 我反而分两个层次问题 中国的反应这个叫做必然 代表他们连滑堵这个界线 都没有办法去接受 但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在于说 两岸之间到底是不是需要交流 那我就请问好了 共建来了 共期来了 那你观光有要取消吗 对不对 观光也没有要取消嘛 那你这些两岸之间的互动 有要取消吗 我看交流还是持续在进行啊 为什么现在观光经济 两岸之间逐渐的我们讲的 在降低彼此的冲突 但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去呈现高张 你要看得懂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假的 当然就而言最后一个结论 我乐见的是什么 我乐见的是哦 大家各自主权炒归炒 但经济交流互动哦 还是要继续啦 毕竟哦 钱不是拿来开玩笑的 好 淑慧 你怎么看在国庆晚会上 总统提出的祖国论 我非常讶异哦 他现在跟大陆要开始 往两岸一家亲的方向去走了吗 因为只有一家人才会去论说 你是哥 还是我是哥 他现在好像在跟大陆争这个 谁是哥 有没有 谁是谁的祖国哦 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如果赖金德慢慢走向这种 所谓宪法一中的概念的话 坦白说啦 我是要给他拍拍手 因为宪法一中就是 两岸同属中华民国嘛 我们的固有疆域 虽然是有你的这一块中国大陆地区 不过现在分而自知哦 这个大陆地区跟台湾自由地区这样 如果赖金德开始有这种宪法的概念哦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啦 但是我觉得他昨天纯粹是要想要去亏人家 结果到最后呢 台独的也不买账 然后中华民国派的也不买账 中华民国想说 你在说啥好好的国庆祝 去跟人家论谁是谁的祖国 祖国跟祖宗 然后台独觉得说 吼 你这是华独主义 你不是我们台独分子哦 所以我觉得赖金德是踢到铁板 这样的论述 也只有民进党的那一批马屁立委 不断地帮他擦脂抹粉 其实在国庆委会你也在下面 然后听到了总统在这个场合 抛出了所谓的祖国论 你怎么来解读这个后续的效应 我觉得我那天在现场 听我真的快昏倒了 我讲你实在话 说以往我们在看总统的讲话的时候 都在看说你到底 那个背后的那个立场到底有没有变化 最重要 可是因为赖金德在那个现场 第一个就是说 你怎么会在国庆 因为他在国庆的晚会上面 他要讲的是说你们这些人不要去讲 中国是祖国 你怎么在国庆晚会上去讲这个呢 你国家的庆典不是要团结 开心 同心吗 你怎么去指着某一部分人的鼻子骂 第二个你怎么去讲说 我们是他们的祖国呢 英国人会讲说我是美国人的祖国 我是澳洲的祖国吗 没有人这样玩的 尤其在你自己国庆晚会上面 我觉得那个东西我非常不要怀疑 到底有没有稿子 有稿子不是不会长成这样子的啦 怎么会有一个稿子会跟你讲说 在国庆委会上可以讲说 我们说话怎么会祖国呢 会不会这个就是他的稿子里面 本来就要讲了吧 不是 如果稿子长这样子 稿子也太烂了吧 不是 没有 两岸关系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可能用这个论述去讲的啦 你不管是两国论 还是一个中国 还是什么之类的 你都不可能去讲我是他的祖国嘛 就是你赖清德怎么会用这么轻挑的方式 去处理两岸关系 你这和一个国 我在现场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觉得你怎么会在这种 国庆喜庆的场合 你去讲 你说这有没有 刚讲到预算 他那天在那边也在讲预算啊 就是你怎么会在一个 就是你明明好好的 就可以做一个总统的高度 去讲一些国家未来的愿景什么之类的 或者说即便是祝福团结也好 他在那一方去讲这些 就莫名其妙的跳动嘛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民听到的话 都会觉得不适宜啦 因为其实祖国是中国大陆用法嘛 我们台湾也没有人会讲说 中华民国是我的祖国啊 这不是正常的用法 你去看他跟蔡英文这一场 他就是知道自己出事啊 讲错话啊 才回来 不然他什么 他上任这么久 什么时候跟蔡英文关系这么好过 然后把他到车道街开车门 你看他送蔡英文上车的那个 是不是又像当初那个影片在路上 我出问题了 所以我又回到蔡英文路线 我又变成蔡英文的追随者 就是他自己知道说今天出了问题 不然他什么时候对蔡英文这么尊敬过 这跟派系没有关系啦 我跟你讲 这就是他又回到说 因为我知道 你看就是这个画面 是不是回到在路上 他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他问题是说 你在处理这些东西的 不可以这么尊敬 蔡英文在处理这个问题 东西就非常非常稳重 他要表达的东西 非常清楚 不会变来变去 那个祖国的那个 简直是莫名其妙的论述 而且主要是说 你没有符合总统的格调 2024的国庆晚会 再一次谢谢二姐江慧 也因为他的华丽回归 选在这个地方 我们让整场国庆晚会 堪称几十年来最具话题性的一场 委案人在现场 你来告诉我们 他了解了两万人怎么样的情绪 而更重要的是 背后的拉滚男人 立法院长韩国瑜 也是这一次的 国庆筹委会的主任委员 他怎么样在这一次的 这个活动当中 狭带着这样子的高人气 隔天他就到中南部去了 又掀起怎么样的一个旋风 好 去张开和抱歉的观众朋友 二姐江慧 真的是不需此行 真的 因为我以前也忙嘛 这张真正记者 没有看过那里上位 现场没有听过 现场我从未听过 但是这一次我第一次 天啊 现场唱 实在太感动了 一开始第一首歌 我要跟你拎掉掉 你知道吗 他现场的这些 整个叫强乐团 每个人上面 乐谱上面都有一个蝴蝶 有没有看到 我从台上再往下看 有没有 每一个蝴蝶一半一半 看起来很像台湾的造型 如果每一半 有没有 那个蝴蝶 然后他把他所有的歌 都演奏过之后 江慧二姐出场 他唱第一首歌 我要跟你拎掉掉 第二首歌 这都是他最经典的名曲 对不对 好 唱完两首之后 我来跟观众朋友讲 他第三首歌就是 现在导播放这个 《甜蜜蜜》 邓丽君的《甜蜜蜜》 我跟你讲 因为坐在我旁边 是巴西回来的乔包 他们前面两首也拍手 可是听到了第三首 因为前两首是台语 对不对 变成了国语的 《甜蜜蜜》的时候 《甜蜜蜜》的时候 《甜蜜蜜》 你知道吗 对啊 因为海外的乔包都喜欢这首歌嘛 然后今年 观众朋友 今年海外的乔包回来 是过去这几年来最多的一次 超过五千位 虽然有人讲台下空的一块 那是因为他们班机延误嘛 所以后来来不及安排 所以乔包回来 要干嘛 要看中华民国国旗 要看中华民国的国际晚会 要听台湾最受欢迎的 二姐江会他唱歌 但是你唱台语歌曲 或许他们熟悉度不够 台湾本来就是包容 对不对 有闽南 有客家 有外省 有原住民 所以他就唱了这个 后面的歌手也有台语歌手 客家歌手 原住民歌手 这就是国庆 我要让大家感动的地方 所以二姐江会 大家一讲完之后 我现在想说 他跟那个陈吉派不是讲说 不会忘记约定吗 对嘞 是怎样 高雄要唱吗 高雄要唱 那我也来抢票 去高雄看二姐江会 我们再来看到这一次 国庆筹委会的主委 也是我们的院长韩国瑜 韩国瑜在这里面 那个人气 江会那个歌一下去 那个韩国瑜制止一下去 哇 整个人气爆棚啊 对 所以韩国瑜院长 这次当国庆筹委会的主委 我早就在今年二月一号 抱许就跟你说 今年国庆绝对不一样 是 因为主委是韩国瑜嘛 所以他就用原汁原味的 这种all school的 青天白日 满地红的国庆日 我都爱all school 就是 我跟君相哥 还有奥斯哥 这个年纪的 以前就是这样嘛 就是那种 对不对 那你知道吗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韩国院长 喊了三次 他说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的国籍 他这两天看了好几次以后 嘿 只有我们中华民国的 千百日百日的国籍 最漂亮 是 请大家家家户户 把国籍挂出来 然后呢 他刚刚你看哦 他不只是上台致辞 最后压轴的时候 他也上台唱歌 他跟蒋万安 他跟其他这些 就是这个李鸿源啊 还有这个国民党立委 还有江启臣 上来唱什么 明天会更好 又是我们那个年代了 对不对 所以呢 韩国瑜院长呢 他呢 这一场的国庆晚会 办的很有过去传统的 青天白日满地红位 那大家就很高兴 这是韩国瑜版的国庆活动 重点是国庆晚会的隔天啦 大家可以近距离赌麦给韩国瑜 开始问啊 每一题都是超辣超敏感 第一题就问 主国论 院长你怎么看 因为韩国瑜院长是 国庆这个筹会的主委 所以国庆活动 国庆晚会 以及这个礼拜四的国庆大会 他都是主人 赖金的总统 讲完话下来以后 第一个冲上前去 跟他握手的 讲得非常好 讲得非常好 就是韩国瑜院长 所以截止讲的内容 你看事后两三天 大家有争议嘛 但身为主人 我就是谢谢你来 因为说在这个活动的主人 可能是韩国瑜 赖金的总统是受邀 这个大家可能不了解 国庆筹委会举办活动 国庆晚会 四来通心大会 然后国庆的活动 10月10号当天 所以才会是 主席在整个致辞结束之后 他才10点26分 进到总统府 总统请出来 与民通欢 因为那活动是国庆筹委会 那国庆筹委会代表什么 民间 民间谁是最高的代表 立法院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当有这个记者在去问他说 赖金的讲的祖国论 我们刚刚都分析了半天 但他身为主人 他就不评论 对不对 记得问他说祖国论啊 怎么样啊 韩国瑜啊 这个请问一下 那个赖总统讲 微笑摇头完全不谈 所以呢 到地方去以后就要 妙语生花 来佛法 到了中部有卢秀燕 对不对 有这些法师 他就讲说 他的太太李嘉芬最近也是 参透佛法之后呢 人都变得更年轻 也更胖了 连自己的老婆敢幽默一下 但是他讲说 他现在在立法院 他当主席 有时候常常看到 大家在那边纷争 他也特别说了 他说他常常内心念 波罗 波罗蜜心经 波罗蜜心经 那个心 其实把它稍微拉扯一下 变成一个太极 拉回来又是一个心 大家去看一下 他那个造型 心有没有 三个点 一个东西 波罗蜜心经 这是韩国瑜 院长他说 他在主持议事的时候 虽然很纷争 但是他内心非常平静 因为他有念佛法 选择不说 可能比说更具高度啊 对 所以呢 你到的地方去以后问他 两国论啊 祖国论啊 还有问他 到底怎么样啊 他都能够化解 遇到了许舒华 这个以前是他的发言人 对 对 神力女超人 那他看到许舒华 关系特别好啊 他就讲说 看看这么多记者要问他问题 他马上就转了 他就问说 这个 和尊丰议长 许舒华 这个现场 你们有没有吃和解饭啊 哈哈 笑一下 我们南投关系很好啦 用揶揄自嘲自己呢 把那个话题带过去 他不会口出而言 他也没有批评 赖清德总统的致辞 因为他是国庆活动的主人 国庆周会的主委 我要问你啊 你一直在节目当中 跟我们讲说 他是全民的院长 他要跨党跨派的院长 你觉得韩国瑜院长 真的有做到这个部分吗 现在目前韩国瑜院长 第一个 他都没有参加党团的运作 是 所以先前 我上礼拜跟大家讲的 这个真正的解方的 那个key man是谁 是赖清德总统 因为他既是总统 又是党主席 所以当预算卡关 或是朝野不合的时候 他可以去找朱立伦 直接面对面啊 主席对主席就好了 他可以跟着 卓中太院长 直接请卓中太院长 去拜会立院党团啊 你找这个立法院院长 除非是立法院院长 故意把你卡住 不跟你排嘛 没有啊 所以呢 党预算的也不是韩国瑜 是国民党的党团 那我跟大家讲 立院组织法早就已经规定 立法院院长不设党务了 那不设党务了 国民党决定要党预算 国民党决定要 拿一个人事统计权不过 那都跟韩国瑜无关嘛 但是他身为立法院的院长 既然你有拜托 那我就出来 我就出来当大家的这个 公道博 所以我很早之前 在我们报新闻 应该第一个讲 公道博2.0 新公道博 以前是王院长嘛 那现在是韩国瑜嘛 但韩国瑜他的做法是什么 他就尽可能的调和顶奈 他希望国民党内的委员 也要注意 所以你知道 他不是只有帮着国民党 去跟民进党争取 你们就会让一点吧 什么 他也告诉国民党就是 这个是他在开议之前讲的 9月19号那一天 并不是说在这一次 赖清德事件之后他来讲 他说我们要特别注意 中间选民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中间选民看法 觉得我们走这条路 有一点太横冲直撞的话 你绕一条路走也是可以嘛 像花东三法 所以现在总预算 是不是也可以各退一步 韩国瑜院长想要走各退一步 民进党也catch到了 所以民进党里面有很多人讲说 我们就直接 也不用找国民党团 傅昆起去 他是总招嘛 傅昆起去拨的啊 那我们可不可以找韩院长 韩院长讲完之后 虽然他不设党务 可是他讲话有分量 国民党很多立委 可能会听韩院长怎么说嘛 所以现在目前韩国瑜院长 他的影响力看起来越来越大 但是因为韩国瑜既是立法院院长 而且呢 也过去在高雄当过市长 所以包含了高雄 甚至屏东跟台南 很多国民党的地方政论都期待 韩国瑜院长能发表他的实力 让2026年的时候 南台湾的这个 嘉义台南高雄屏东 是不是真有哪个县市 能够重回执政 主委你怎么看 韩院长对内索罗斯 对外调和鼎耐 我觉得现在韩院长 一直是一个非常低调 他从来不去争取什么声量 或是去秀存在 但是这一些外来的这些 就会自动的 你知道人就是 这次人物就是不打不红 不红不打 民进党偏偏要一天到晚 去盯着他放 连他吃一个什么面 什么都要去盯着他放 可是我觉得他就是 安安分分做好自己的本分 然后每一件事情 最后都可以证明 就是他做的是对的 然后光环加深 譬如说像这两年 高雄一直在淹水 每逢下雨必淹 然后只要一淹水 大家就会想到 韩国瑜清水沟的这一幕 其实他只有断断的 一两年清水沟 大家会觉得说 不是市长基本该做的吗 应该要做的是 对可是我就问你 陈菊跟陈其迈 你们清水沟的钱都清到哪里去 清到下水到 水沟可以 水沟可以长出树 不是草是树 我都惊呆了 我以为那个是 AI合成的画面 结果这个高雄林小姐跟我讲说 不是而且那棵树越长越大了 那一排树越长越大了 所以高雄每次到了淹水 就开始想念韩国瑜清水沟 那这次的国庆晚会 我相信非常多热爱中华民国人 在那一刻都跟我一样 觉得这才是国庆嘛 我们看到了国歌 国旗歌 国旗 这不就是国庆的几个 最基本的元素吗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过去八年看不到 所以过去八年 我们到底在哪一个国家呢 我们终于发现 其实这还是一个中华民国 徐家庆他上台致辞的时候 他还要去讲 这是中华民国台湾 我真的很想把它放下去 然后我有看到那韩国瑜的 镜头有带到韩国瑜 他就是一副 你筋筋讲讲的 然后我们徐家庆讲什么 他说今年是侨胞反国 参加国庆人数最高的 我看到徐家庆很自名得意 以为这是你侨委会功劳 不是 大家看到通通是为了韩院长而来 为什么呢 在韩院长没有上台之前 徐家庆制止甚至是蒋万安制止 其实台下的反应 蒋万安是冷静 徐家庆是冷淡 然后我就跟我旁边的钟卉军说 你觉得等一下韩国瑜上场会怎么样 应该国旗全部拿上来吧 结果果然韩市长开始制止 台下就欢欣鼓 好像是他的造势 所以我们就知道 其实赖清德是聪明的 他有先见之明 他知道他会看到这个场合 所以他一开始唱歌的时候 他就不愿意出 赖总统在国庆晚会当中 提出的祖国论 后劲很强 现在传出 等后天国庆日赖总统的国庆演说之后 共军可能要发动 包含夺岛无人机包围演习在内 朝朝见止台湾而来的力剑逼军演 手会伸得更长 力量会湿得更重 这恐怕才是国防部长顾立雄 真正的第一场的压力测试 对美军够被当盘子 现在更传出了 请要去赶报的 自己国军都在 箭卖刺针飞弹的发射筒 连军用口粮都偷去卖 这样的军技 你是要怎么抗中保台 好 今天要不要抱歉 观众朋友 现在两岸的状况是怎么样 赖清德总统嘴巴一动 解放军马上跟着动 所以你看从5月20号的 总统就职业以后 5月23就出现了 不是这两天 大家知道是5月的时候 2024联合力剑A 对不对 那你A是什么 有1就有2 无3不成理 那有A 就有B 可能有B 那你A干嘛 你就2024联合力剑就好了 不然联合力剑2025 联合力剑2026 对不对 一年一次 不是 他是2024A在今年的5月23 好那观众朋友 我刚刚讲 赖清德总统嘴巴一动 解放军就跟得动 这不是乱讲的 为什么 因为今年的520 赖清德总统的520就职业的时候 说什么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互不隶属 互不隶属 讲完以后各三天 联合力剑A就来了吧 但是那个时候呢 没有像2022年的 裴洛西事件之后 打飞弹 进过台北山空 没啦 大家都担心说 他那时候2024 在这个A的时候 他有弄6张图卡 还有大的这个登陆舰 还有飞弹 有导弹 有火箭弹 我觉得要搞一场大的 他没有全用 所以来说我就在算了 那可能后面B跟C会用 那后来呢 我刚刚讲第一个是520 第二个呢 就是上个礼拜六 10月5号 上个礼拜六 10月5号讲完 第二天是10月6号 观众朋友讲说 我看你讲废话 10月6号是赖清德总统生日 对 国庆晚会那一天 讲完祖国论之后 第二天是赖清德总统生日 对 结果突然飞来了 对不对 二三十架的军机军舰 所以就讲 这又是赖清德总统而来的 不过这个国防部 现在跟大家讲 先不用讲 这个10月6号的那个 小小case 如果10月10号 赖清德总统国庆演说的时候 他启动2024B 开始又更严重的 甚至打飞弹的话 那怎么办呢 会怎么样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赖清德总统嘴巴一动 现在对安解放军就在动了 现在国家人是认为说 研判 观众朋友 这不是说已经有情字了 是说研判 共军可能用力箭B 来回应赖清德总统的国庆谈话 所以国庆谈话 谈完礼拜四 或许礼拜五 或许礼拜六 那国防部也讲 目前掌握到了 就是说 至少在10月10号当天 真的会有 观众朋友 真的会有 但是你不要太担心 是火箭 火箭要把卫星 有个轨道 打到外太空 但是会从台湾的上方过去 过去有过 对有过 所以会有火箭 经过我们的国防防空式背去 但是国安人是担心的 不是那个火箭 飞过我们上空 因为火箭没有攻击性 他是把卫星带到外太空去 他担心的是 2024的联合力箭B 什么时候会出动 就看赖清德总统 礼拜四的国庆谈话 会不会比先前的两次谈话 还要更加的强硬 好那我包裹的问伟翰 所以在整个他的祖国论 他的后助力有多强 他的破坏性有多强 强到怎么观察 第二 你怎么去研判 后天国庆 整个总统的演说 会不会更强悍 会不会更挑动敏感成绩 其实我是觉得 因为赖清德总统 他对于两岸是 两个国家这个论述 已经讲到 让大家从一开始 鸡鸭 到后来鸣鸭鸭鸭 那也证明 我的判断是对的 因为赖清德总统的 做法就是这样 蔡英文前总统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互不隶属 整整八年 你严格去计算 只讲过两次 可是赖清德总统 其实基本上 几乎是一天就讲两次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会不会有更强硬的 国庆谈话 我现在目前没有看到稿子 我不知道 可是他的谈话 都还算是强硬 所以特别这一次的 祖国论 讲完之后 包含国台办 还有外交部国务院 对岸都还没有动 但是国安人士 担心就是说 他可能嘴巴还没动 但是动作先来 只用军演来回应你 但你要知道 国安人士 会做研判就是 赖清德总统 为什么讲这个话 对岸完全摸不着头绪 因为两岸都有 互相的涉台人士 会有回报 可是显然赖清德总统 10月5号的国庆晚会 上面所发表的 祖国论的谈话 对岸完全没有掌握 那你要知道 对岸是十一长假期间 所以赶快动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 赶快打听 赖清德总统 为什么说这个话 最后你就看到说 今天如果从祖国论 到国庆演说 这是连在一起看的 后面会不会吹出 利剑逼 全民等着看 不过现在已经 夹起来的阿峰 艺人在两岸游走 他们就是赚一个 艺人表演的钱 也就送到红台北了 这个是龙家 我昨天一讲 我才吓一跳 难道赖清德总统 直指阿杰拉吗 因为这两天 有讲过 应该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 我也很久没看阿杰拉了 小时候我有听他歌啦 是 阿杰拉现在在大陆发展 然后呢 他录了个影片 然后就导播放这个 有没有 我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台湾两岸 对不对 祝福祖国 七十五岁 那是快乐 所以他称中华的民国为祖国吗 那难道 我是觉得怪啦 赖清德总统 问阿杰拉 直接发表国庆晚会的演说吗 他可能讲的是一些人 但不管怎么样 阿杰拉的这个影片 下边看到 原来他去大陆发展 然后真的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月一号的国庆 为祖国 七十五岁 生日快乐 好 那讲完之后呢 阿杰拉毕竟在那边有演出 他的太太就接受我们台湾媒体访问 岳阳访问 没有办法 他都抖音叫我们讲这个 我们台湾没有工作机会 你讲一个这个 你两边都没了 所以我常跟大家讲 公职人员 政治人物要选总统的 我们要检视 但我一直都认为 对演艺人员 真的说实在没有必要 真的 他需要工作 而且表演歌唱演戏 他并没有政治的意涵 他就是要表演更多人去看 所以阿杰拉现在中枪 他被点名说 就是你讲对岸是祖国 然后他也说 我们是不得已的 会不会两头落空 都没有工作机会 阿杰拉现在可能也非常烦恼 宇轩 我们来看看这个最新的民调 祖国论 联合报这个民调 五成寺认为必多于利 散来祖国论 十月十号还等总统的演说之后 真的会不会吹出利剑逼 当然会 当然会 不是啊 因为十月十号 一定会有 之后一定会有军演的嘛 这想都不用想的问题啊 因为赖金人不可能退啊 那中国也不可能让啊 那不退不让的 大家就是这样子啊 反正你眼里 你看看一看 不是啊 你担你的 我拨我的 各演各的 因为赖金人今天在十月十号国庆日的时候 他一定要有一个重大的定谋跟宣告 这个520就职不一样哦 因为国庆日他另外有别的意义哦 520那是赖金人他自己的节日哦 就职典礼嘛 那十月十号是谁的生日 是谁的典礼 是国庆日嘛 我们国家的庆典嘛 所以他势必得救中华民国做出一定立场的表态嘛 但是以赖金人的个性 他在做出表态同时他会干嘛 他又会加自己的色彩进去 但前提是作为一个掌控大局的人 也是作为一个总统 能不能爽就好 能不能符合民意就好 人家说做大事人最困难是什么 你必须要 即便违背所有的民众的期待 但是做一条正确的方向跟对的事情 所以是端康的智慧哦 如果你国庆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讲中华民国 你可以讲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 随便你怎么讲 但讲完之后 当然他会相对的后座用力 但怎么样 才对于中华民国对台湾最好 不一定是大家听得爽的话语 好建平 你到我们来看到 刚刚提到不断提到这关键字 就是力剑逼联合军演 这件事会发生吗 发生之后 那有人就开始说 这是文人部长顾立雄上任之后的 第一场真正的压力测试 文人部长的新人新政 他带领下来国防部 有能力抗中保台吗 解放军必然会军演 但是国军有没有这个底气 去对抗这个解放军的来势汹汹 两岸兵凶战为 现在这个我们的义男 还有我们的年轻人在台湾 到底要不要去当兵 尤其全民防卫任性动员的委员会 之前不是说 要培植在台湾的40万名利吗 这名利是不是民兵 我就先不讲了 我们的这个义男 你之前看到台中有一批义男专车 在的这个差不多七八十位的这个义男 分两台游览车 其中一台游览车呢 在车上竟然被踢爆说 在则义男要去营区的时候 竟然车上播放中共解放军的军教片 上面就有一句台词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搞什么啊 这个是谁搞的乌龙啊 这不是很讽刺吗 行政院长卓龙泰在立法院 被这个立委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根据他的了解是说 应该是这个游览车司机 他误播啦 因为这个司机平常喜欢看YouTube 喜欢看串流平台 那串流平台他就喜欢看一些 景北片啊 军教片啊 战争片啊 那有时候根据大数据 他就播了这个 那现场没有人制止 当时在车上的一个这个官员 他是坐在游览车司机的旁边 那游览车司机旁边荧幕有开 但是他没有声音 所以他不知道在播什么东西 所以他也没制止 照理说他把它拍起来 拍起来之后回传 否则如果拍一些 放一些不路由的影片怎么办 这偏偏就被拍到说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被义男拍下来 上网 他们放到这个网路上 我们要进去当兵了 可是他那个游览车上面 却提醒我们要为共产奋斗终身 这不是很讽刺吗 那当然台中市政府民政局 现在也说要严厉追究 这个司机误播的这个责任 但从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其实年轻人的心情 是很矛盾的 就连国防部长 还有这个顾立雄 他被立法委员张旗凯 问到他 你儿子会不会参加 总统府那个全民任性防卫委员 动员了这个40万名利呢 结果你看他这个 在立法院的答询 一开始是问赖清德的儿子 在国外 在美国 希望赖清德的儿子回来参加 顾立雄顾左右而言他 他说我不清楚 他不清楚赖清德的儿子会不会回来 那接着他就马上 张旗凯见指他的儿子 那顾部长你的儿子 两个儿子在台湾啊 那你要不要参加这个名利 40万名利委员会呢 然后结果他部长就说 哎呦这个不知道耶 要看他们到时候 有没有被编入这个防卫动员体系啊 这不是废话吗 等一下 所以顾立雄 你看这个表情真的是 马上他脸上的回应就看得出来 他回说那就要看他们 他们只看我儿子要不要去 加入了名利去 还是问他们说 内政部为主的这个所谓的名利的征召 会不会征召到我两个儿子呢 我到时候我可以推测啦 这个可以说 因为这个是电脑去排的啊 电脑列的啊 电脑列的到时候他儿子没进去 刚好跳过 对他跳这么巧电脑跳过 那当然啦 现在大家都说大官的儿子 权贵的儿子到底会不会放进去 这40万名利 先讲这个 有没有人去操作武器 或者是那个名利民兵怎么去用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装备 我们被美国当成盘子 最近这两个礼拜 已经不是新闻了 雷神公司啊 大家看得很生气 但是我们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六六旅啊 六六旅的这个官兵 既然有人 内神通外鬼把里面报废品 其实有些军方的报废品 可能拿出去外面还是堪用的哦 并不是说完全不能用 结果后来今年 去年我们桃园警方跟检察官 破获了龟山有一栋民宅 里面是黑帮的这个民宅 竟然藏着一大堆军用品和军火 然后大家都觉得奇怪 为什么会流到黑帮去 结果一深入追查 才发现原来是海军陆战队的六六旅 把他们的一万四千颗的这个手枪弹 还有手榴弹啊 透过以前在海军服役过的一个雄信军官 他是一个中华民国的这个玩具枪协会的 全民国防推广涉及教育中心的执行长 结果呢 你看到这洋洋傻傻 这个表哥是什么意思 这一连创的清单 都是他卖的军火 我给大家看一下 都是他从军火库 我们国军的制式配备 卖出去的 在桃园的警方跟检察官 在这个他们民宅黑帮的基地 收到了这些清单 都是从陆战队的六六旅军火库流出来 比如说连加热口粮都卖 战备的这个口粮 还是供保基地口味的 然后甚至五七次的这个五七次的刺刀鞘啊 还有呢 像这个TC9制式的这个7.62公里的狙擊蛋箱 这些东西 以及像什么战斗背心啊 还有这个抗弹板 抗弹板是那个军官哦 他故意把它戳一个洞 那就报废了 那就可以内神通外鬼的 神不知鬼不觉 无鬼搬运运出去卖 当货品都知道 参一参二参三战事 管军备有管军备的 管补给有管 后勤的管后勤 你怎么没有人啊 随便他如入无人之境 要偷什么就偷什么吗 是的 甚至下无人这些东西啊 还有甚至那个雷达观测机的这个 报备品也都带出去 更不要说什么防毒面具啦 自爆的手榴弹 都拿去留到了这个民间 而且他们在法院抓到了之后呢 判刑的时候还说 我们都是推广全民国防 然后我们没有买卖交易 但是偏偏给大家发现 其中有一个双联装的刺针飞弹 射击后训练那个发射筒啊 他用两万五千块一个就可以 这个卖给人家 然后人家再转卖给黑帮 所以当这些军官 当然这些军官士官 后来被抓到之后呢 都被撤职查办退役了 但是当时他们在军中 却干这种萧小的事情 把我们的军备品 故意把它弄破弄坏回损之后 当作报备品去卖给外面的人 卖给黑帮 然后再说我推广全民国防 这样的部队 你告诉我能打仗吗 观众朋友 这样子的军纪 不是成年往事 这是去年的事情而言 宏威 这样子的一个国军的军纪 如何抗中把台 更重要的是 这一段质询被询的过程 我们以为 一定坚持同岛一命 国防部长不是应该这样展现吗 他居然说 你的中国参加明令训练 那就看看他们 你怎么看他的回应 我先讲 就是这个把我们军品流露给黑道 我觉得他卖太早了 不然他们就可以讲说 我们是配合赖清德总统 全民防任社会 然后把黑道也纳入四十万的名利 对不对 所以才提供给他们军品 这个理由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就是搞这样 他们就真的这样用 对 他们的理由可能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些黑道也是四十万名的名利 因为本来大家就说 这四十万名利到底从哪儿来 那至于在立法院 这个是张旗凯委员 他对这个顾立雄的灵魂拷问 那本来照理说 你一定讲说 我两个儿子一定全部都参加这个名利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捍卫国家 捍卫台湾 打到一兵一组 你怎么不学一下真正书真仓呢 我今天拿一根扇我把 我都要占街口 我都要占巷口 我都要占山上 我都要占海滩 占到一兵一组 其实我们国防部长 讲一个软啪啪的说 我们就看一下这两 我们这两 他两个儿子 能不能够被召集到 这四十万名利 这到底什么话 能不能够 如果你两个儿子在国外呢 对不对 就不能够了嘛 所以我们同样的问题 大家也都在问 现在赖金德要用对抗的方式 然后就是 就变得那么强硬 在选情的时候 大家就请问 赖金德有两个儿子 对不对 那你儿子都有回台湾吗 他不是说 他儿子会回台湾吗 不是您说在美国发展 回来台湾了吗 到底在哪里呢 所以你今天不能够说 今天我们要对抗 然后我们今天要保家卫国 最后你们自己的家人 跟你们自己的儿子 没有加入这样的行列 对不对 这难怪军气患散 能赚就赚 对不对 能卡油就卡油 所以大家讲说 这到底要怎么样打仗呢 其实我们必须讲 就是说2024的这个利剑B 这是谁透露出来 是我们的国安单位吗 我们国安单位原始 那我就在想说 你现在七早八早 你是打预防针吗 对不对 那如果真的有的时候 你看 我们哪 这个预测神准 完全在我们掌控之中 如果没有的话 哎呀 我们赖总统可以处理两岸关系 你们都骂错了 他没有这个对抗 他没有造成什么两岸的紧张 反正真反正两面话 都是他在讲 可是问题是 如果真的有利剑B的话 因为利剑B 从利剑A 好到利剑B 他们都是比较高规格的 就是围导演习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要如何的来防范呢 对外战 和解饭 演到了这个星期五登场 可是现在呢 蓝营内部传出的杂音 得先看看赖总统的国庆演说 再决定要不要吃这一顿饭 不过立刻我们看到了 行政院长卓荣泰 喊话了 他说相信韩国瑜 他自己跟立委们 大家都有共同理念 蓝营担心这顿饭 根本别有用心 卡韩 制韩 充满算计的一顿饭而已 为了总预算 要吃和解饭 和解饭什么时候 礼拜五 国庆什么时候 礼拜四 今天礼拜二 观众朋友 到底有没有这个和解饭 今天我们有国民党团的三长 王宏威 宏威姐在现场 他会告诉你到底有没有 等一下问宏威姐 那观众朋友 因为我们每一个月 每一个月看民调 每一份民调 自己比自己 不要交叉乎比对 这个是静电视的最新民调 你注意看 从这个 今年的520以后 6月跟7月跟8月 大概在40左右 有没有 对 但现在最新的民调是多少 33 所以民进党的政党制度 已经往下掉 而且连续从8月 9月 10月 40 37 33.9 往下掉了 那国民党呢 21 20.9 22.1 有上升1% 民进民众党大概14到13 有微微的下一%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 现在目前的政党趋势 民进党有明显的下滑 国民党小幅上升 民众党维持原地 那过去两个三个月 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个柯文哲收押 第二个蓝绿在立法院冲突 第三个就是賴清德总统的讲话 越来越易 越来越直接 所以我们把它分两部分来讲 第一个 我们先讲总预算 因为总预算 从这个会节一开始第一天 9月20号 直接退回程序文会 那也已经公开说了 你把 进发补偿条例的那21 编回来再送到立法院 因为你没有按照法律去编预算 这个东西基本上立法院的蓝白立委不接受 可是已经卡了多久了 今天都已经10月8号了 对吧 已经卡两三个礼拜了 但他就是看起来没有办法解决 就要靠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的和解办 那观众朋友 其实早在两个礼拜以前 我知道我们的报警跟大家讲 Keyman不是韩国瑜 Keyman是赖清德主席 赖清德总统 而且左龙泰院长 你要自己去想办法拜会立委院的各个党团 你就可以去了 不用透过立法院长 行政院院长就可以去拜会 对不对 三个党团的总召 当然他可能不用拜会民进党 但国民党的总召 还有民众党的总召 他都可以去拜会 但他没有去 那所以就是说 关键还在左龙泰跟赖清德 你把希望放在这个 就是韩国瑜的身上 那因为本来就要吃 三头额台风来才延掉 对不对 所以改到这个礼拜五 那观众朋友 现在是这样 因为我说为什么要问洪伟姐 因为等一下他有答案 我有偷问他了 我不要听他讲 有人讲说 等一下 国庆完会不上礼拜六吗 不是有祖国论吗 所以讲完以后 也引起一切纷争 国民党立委也觉得说 你干嘛在这个场上讲这话 对不对 那国庆的谈话 礼拜四 会不会讲更硬 会不会更辣 会不会两个人更紧张 如果会的话 礼拜四听你讲完以后 听其言关其行 再看礼拜五要不要吃 就是如果你礼拜四讲完 就大家说 你听发明了 那个词哪里 就是撕掉了 我还吃什么吃 所以礼拜五 还没有这个和解饭 有国民党立委认为说 那就看礼拜四 你的国庆的话讲的怎么样 我们再来做考虑 到底吃不吃 礼拜五的和解饭 两个关键人物 一个是赖总统 星期四 他的国庆演说 听其言关其行 第二个关键人物 当然就是行政院长 卓榮泰了 他现在怎么看到 这顿饭呢 我常常跟大家讲 这个叫软硬兼施 然后呢 这个棒子与胡云波 同时都要来 那其实总统很明显 他就是棒子 对 很硬啊 对不对 那卓榮泰院长呢 他就很软 我们希望能够 朝野能够有一个妥协 所以他把希望放在哪里 他放在韩院长 跟这个两岸的互动上面 那我刚刚已经讲了 又不是韩院长党的 对不对 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法院的 两个党团跟所有立委同意的 根据立委组织法 我已经在我们节目讲第三次了 立法院院长不设党务 他也不会要求那些立委 你要党什么预算 或者通过什么法案 所以你说 你拜托韩院长干嘛呢 韩院长又是不开会 所以你要拜托的是 傅昆琦 还有黄国昌嘛 但是他就讲说 我们希望两院的互动模式好啊 希望韩院长能够帮忙 但问题是 这个预算不是韩德国啊 跟大家讲过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那你不是韩德国的同时的时候 又一直说 我们希望韩院长能够把这个事情 给肩负起来 有没有 这是你的责任哦 两院如果有问题的话 总统可以召开啊 但他不做啊 不然你就党主席 见党主席 你见朱立伦 说不定就解决了 都没有 所以呢 现在就变成是把锅甩到韩国瑜的身上 但这不是韩国瑜的锅啊 韩国也没讲什么 因为反正所罗门网 他就愿意调解 但愿意调解的状况之下的时候呢 期待韩国瑜OK啦 但是韩国瑜 里面有很多国民党率就不爽了 你为什么还在那边讲韩国瑜 因为最近有个新闻传出来韩国瑜 他在他的立法院长官邻当中查序 提到说 可思人要加油啊 苏地群要加油啊 我们南台湾 希望2022能够有好的表现 所以就说好哦 如果你想要当南部一哥 许志杰讲 他要选高中市长 如果你要当南部一哥 就先通过总预算 观众朋友 因为立法委员讲什么 我们都如实告诉观众朋友 但是问题是 没有办法通过总预算 如果啦 也不是韩国瑜啊 所以你怎么变成 什么南部一哥 又不是他要来选2026 对啦 就是韩国瑜 他就算他要选啊 他也没有办法让那个法案过或不过 他是立法院长 他并不是提案党预算的人 这是很简单 就跟大家讲 是这个道理 所以如果你希望韩国瑜 能够调个底纳 把蓝绿白的分散 立法院能够做个处理 大家长嘛 立法院院长 这个时候真的就不要去 靠谁韩国瑜 因为如果靠谁的话 国民党的立委也有挺韩派的 我们讲你这样讲 干脆就算了 大家就火车对撞 你也不要过 我也不要沉 到时候看怎么样 那民调在这里发现说 其实民进党的民调是往下降的 如果现在民调 民调已经在50% 他可能就不跟你谈了 所以民进党的立委 现在也有人讲说 等一下 我们民调在往下降 你说火车对撞 两个人 你断一只手 我也断一只脚 有人想说 我们是不是不要这样对着干 但是谁这样讲 不知道 因为有这个意见的人 偷偷的都把名字隐藏起来了 因为我脸我都不要露出来 现在赖金的总统主席 真假 我们这些有意见的人 就算有那样想 不敢公开想 也不敢接受记者媒体访问说 我们算了 我们应该把总论算退回去 编一编 也要再送过来就好了 有没有这样子想的民进党立委 看来是有 可是是谁 不知道 因为不敢讲 民进党现在目前丰盛鹤立 党主席赖金得 所以党员乖乖听话 没有人敢有不同的意见 党团三掌之一 洪威来到现场 一顿饭本来上个礼拜 有要吃 越延越久 延到后来 这碗饭是不是已经炒僧了 基本上都不要去 你怎么来看 到目前为止 就这个星期五的中午的和解饭 到目前为止 我并没有接到任何说 要再延后或者取消的一个通知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个和解饭还是有的 那而且在上个星期五 也真的是因为 让行政院能够去看灾 那么它其实非常单纯 我们认为救灾第一 吃饭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那其实我们在退回总预算 比如说民进党 他们一直用很多的假讯息 比如之前在网络上 做了一些梗图 说比如某某立委 删掉这个长照预算 某某立委 删掉这基金预算 某某立委 删掉了这个青年的 这个怎么防护金钱预算 这全部都是错误的 而且被这个 我们的事实查核中心 打脸说这都是假信息 可是你知道 现在这些车役 他们还没有停 他们现在开始 拿面子在塞信箱 一样就说 蓝白挡掉这个预算 挡掉那个预算 所以我必须讲 就是说 现在的行政院长 卓龙泰 等于说他半白脸 但他车役继续去做抹黑 我们都非常清楚 可是对不起 我们是真的 顾大局势大体的 因为事实上 这个有关于退回总预算 我们其实并不会把 这个跟这个赖清德的 祖国论去挂钩 我们其实也没有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把说 在国庆日 到时候你还 那个赖清德 你演讲怎么样 我们听了舒不舒服 这个开不开心 来再跟总 中央政府总预算挂钩 没有的 当然我们有一些 个别的立委 当然他会有一些 kimochi的问题 这个是难免的 基本上我们都会 回归到预算的本质去谈 所以对于这个 齐政院来说 其实说实在 这个卓龙泰 真的不需要 躲在韩国瑜的背后 你不觉得很奇怪 你堂堂一个大院长 然后你去跟这个 在野党 不管是国民党 或者是民众党 党团沟通 你有问题吗 你害怕吗 你有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色 色恐吗 对不对 你不需要 你根本并不需要 把韩国瑜 推到第一线来 但是对我们来说 院长今天愿意做 调和顶耐的工作 那我们当然尊重 所以重点 还是在星期五 第一个就说 你行政院 要把我们刚才 讲的三个事情 原民 农民 还有医护人员的 这三个部分预算 你要提出一些解决之道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并没有说 现在是不省预算 什么 然后要把预算全部 删光光 没有 你把这些预算 全部把它 检讨改正 甚至重编 然后我们当然 也乐见预算 然后不为审查 回头你来看 最核心的关键 赖总统 祖国论的 引发海啸 已经拍打上岸了 观众朋友 现在最关键的这个人 韩国瑜的关键表态 韩国瑜 他身为 国庆筹委会的主委 他仍旧在现场 听到了 总统讲这句话 他一方面肯定 总统讲出了 中华民国 他更顺水推出 喊话赖总统 何不就冻结 台独党纲 这句话 喊在周五的 朝野和解办之前 赖总统 赖主席 他要如何接招 就像现在出现 一个很怪的氛围 当整个朝野的底下闹哄哄 吵得不可开架的时候 仿得在乘风 两个人笑脸面对 为什么 因为今天韩国瑜 可以说是国民党 现在是如日中天的角色 而赖清德是我们的总统 不用多谈的 结果呢 光是在所谓的 十月五号六号 那个时候的晚会上 两个人干嘛 有说有笑 互相喝彩 而且甚至还跟韩国瑜 特别是吧 自谢哦 说多客与我们的院长哦 办得非常好 坦白讲需不需要 其实也不用特别这样点名嘛 代表说他现在做这个阿虾子 就是说Sakura 代表我跟你韩国瑜 我们两个心脉 现在都不想要得罪 因为只有一个道理很简单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最好的朋友嘛 所以甚至说参与总统府的光辽秀嘛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就反问 赖清德现在最大的麻烦是什么 第一个 柯文哲案 第二个 党内 包括英系 包括其他的派系 请问现在摆平了吗 没有 没有耶 我们看到一直扯后腿的 可不是国民党哦 说赖清德生七七 把东西砸到地上 是国民党讲的吗 是顾力兄讲的嘛 对不对 而且你看哦 连赖清德的祖国论 韩国瑜就是什么 比这大拨 赞 为什么 但是他有一个诞书嘛 接受广播的时候 他讲 哎呀 这个 所谓的75年 113年 很烧脑 非常烧脑 但烧脑之外呢 觉得说他讲得很棒 那为什么很棒 我直接给我一个答案好了 因为他开头就讲 民国123年生日快乐 他讲到中华民国 肯定中华民国了 对嘛 这是韩国瑜最爱的嘛 韩国瑜什么都不爱 他就爱什么 就爱中华民国 你只要讲中华民国 他绝对跟你站在同一边 但与此同时 他说但是啊 怎样会更好 所以他等于是呢 先称赞你 再提出我的期许 如果不要有台独党纲 把台独党纲凍结 国家的格局将会大不同 但换言之 赖清德现在叫做进退两难 因为韩国瑜的确 给他的一个橄榄枝 甚至给他一座桥 但在后面拉扯他的人是谁 是那些党内自己人的同事 这就是关键了 本不该是韩国瑜下来扛的 一刷的笔 这个给做公道博 礼拜五的这一顿朝野和解饭 快点吃好不好 你再不吃恒生之节 都在前面 坦白说 卓龙泰现在才是真正会 小狗聊的那个人 大家表面上看起来觉得说 哇压力锅都跑到韩国瑜身上 不对哦 今天如果总预算没有办法过关 大家会去怪柯建民 还是会去怪卓龙泰 党内当然是把这个账 算在卓龙泰头上嘛 所以你看柯建民一直在扯后腿嘛 王家来书娘来书娘 一直叫大家来吵架嘛 所以你想想看 这顿饭 其实对谁来讲最重要 对卓龙泰来讲最重要 但现在的问题点卡在的 反而不是卓龙泰 而是民进党的态度 民进党现在并不希望说 在总预算的方面 有任何一步的退让 任何一寸的退让都不愿意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情况 你如果不退让 那我们讲饭吃归饭 真的就像柯文哲说 饭白了 不像白了 有话可谈 话不过头羁绊居多嘛 那我就说 那你行政院院不愿意做一些让步啊 不愿意 那为什么我在党要让步 这里有很简单嘛 退让是互相的 谈判是什么 谈判就是说 在双边最不舒服的状况下 取得一个妥协 但如果没有任何的妥协 谈判不可能成功 所以都不退 要退你退 这个和解犯 变成只吃了一顿饭 没有任何和解的空间跟余地 这下施政预算你怎么推 赖总统赖主席 另外一个头盖默的行为 更迫切的是 你刚提到了 党内派系 现在大家都群魔乱舞了吗 来了嘛 就马上就来了 这个人叫谁 这个人说 我不是和英天使 王世坚 王世坚马上就给你唱衰 他刚讲完说什么 说不要浪费预算 不要浪费预算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他说我们严守纪律 结果王世坚马上给你赛名 说什么 你浪费六千万打炸仗APP 他马上就骂你了嘛 浪费预算的就是你 对嘛 你打炸六千万丢到水里了 这讲白了 诈骗集团台湾最新增的产业 这就还没问题吧 所以说大家一直好奇说八年了 执政八年现在轮到新政 民众切身之痛 最关切的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诈骗这件事情 你会彻底解决 结果没有 反而是尴尬了 现在在赖金德面前 谁说话最大声 王世坚说话最大声 中常会开 每天礼拜三 叫大眼淡小眼 王世坚就匹匹 你看哦 有一次王世坚还说什么 说要论述某个议题 其实我赖金德说 好好好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居然跟你知道 为什么这个情况发生吗 因为他的意见太多了 什么事情 我会有意见 主席我会有意见 一直去一直去 他说好 我知道我知道 我怕你了 我不要这么说 不要那么急 所以你看 还说要特别跟他留下来 我问了 其他中常委 谁有这种生意 会吵的孩子 有糖吃嘛 所以包括赖金德 昨天去干嘛 好歹我们讲 赖金德是堂堂总统之尊 党内出现这种状况 一堆杂音 一堆人不跟他合音 就算了 最惨的是什么 你看哦 他昨天要跑去问一个 我他自己的爱权 对不对 就后来发现 你看各位 就是现在这个画面 来哦 喂死哦 对不对 那个时候 蔡英文喂嘛 对不对 就狗就跑掉了 狗就跑掉了 他们说连狗都不理 所以难不成现在怎么样 连喂狗都要蔡英文帮忙吗 我看你现在很害羞 今天王世杰坚哥 呛两下 比较大 你们说英系做大 跑到这边喂个狗 望闻生意 你也可以说连狗都不理他 对嘛 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难产 你仔细听 我们讲到现在哪一个麻烦 是国民党找出来的 其实都没有 都不是在野党 因为对于莱清德而言 现在反而在野党 不是成一个问题 是 反而是你想想看哦 包括所谓的进阀条例 这个问题卡在谁 也是索隆泰啊 索隆泰他没有办法 去把他下放 但是你可能说 赖兴德叫他这样干的 赖兴德叫他这样意思 不是我换言之 我访问一件事情好了 即便索隆泰一开始 是有意要谈何的哦 否则我们跟你讲 什么饭啊 吃饭 根本没这回事 对不对 但是你想想看 当底下这些斗鸡 底下这些人 不断的在叫嚣 不断的叫骂 营造出那种 分裂私扯的氛围 他有意也没办法做到嘛 所以你看哦 蔡英文那时候 卸任什么时候干嘛 他说你赖兴德走不了嘛 你有总统身份嘛 很尴尬嘛 去美国 还要用过境的 没关系 我蔡英文可以出去 所以他现在马上 就要跑去出访了哦 那大家自然会去比较嘛 就是说民进党现在在派系里面 对于赖兴德而言 一我要把民调顾起来 二我要证明我可以掌握整个政党 否则这个头一年 对他来讲 美国选举之后 中国问题出来之后 会是最难熬的一年 伟汉 你怎么看 因为大家知道赖总统是黑脸 那总统代表演讲是白脸 就现在白脸也挺黑的 因为他在立法院已经讲了 他先底牌啦 他跟高金苏美委员不是对抢 他说如果你明年把预算编到十二万 那难道我也跟着走吗 所以他没有要动 那现在目前国民党是五个条件 高金苏美委员是一个条件 你要把那个进发补偿条例 从美公顷三万变成六万 你多编二十一一就结束了嘛 可是他现在不但是不要编 他是讲说你编这个是 基本上是在凌驾我们的 对的预算权 所以他不肯退啊 那关键这点不肯退 那什么可能 礼拜五吃饭有什么用 所以就变成是 之前还在想说后面四个部分 国民党还有提出文宣啊什么 我说那个其实你就让他编 编完以后你觉得不满 就把它删掉就好了 可是现在卡在那个进发补偿条例的 最基本的那个二十一都没有要动 那没办法了 所以现在这不只是 赖总统很硬啊 连总统太原厂都硬啊 你说本来是黑白脸 结果白脸被黑脸 变两张黑脸 那我问你 光雕斩 赖总统对韩国瑜说感谢 这样子一个善意的交流 人家说是示好 你怎么解释 因为其实我们政治任务 在看到这些场合当中 国庆晚会还有光雕也好 不是还有明天啊 明天国庆大会 难道你以为 赖金党总统跟韩国瑜党 两个像我跟博弈做的 他们两个会不讲话吗 不会 都会非常微妙的互动 而且一定都心里如意 我要跟大家讲 我比较跳通一点 结果这两天这样下来 国民党声量最高 最常被跟总统放在一起 人是谁 是韩国瑜 是韩国瑜 我现在不是跟你讲2028 但是就会有人往那个方向去想 这个时候韩国瑜跟卢修宴 变成是民进党没有两个人 国民党反而是两个人 你说这有多高 我把韩国瑜院长捧高 因为他也是大会主席 我怎么可能这样不礼貌 可是我把他捧高之后 结果会变成怎么样 结果变成国民党里面 就有两个人在竞争 那到时候怎么办 到时候反而会是国民党里面 如果先进行一波的竞争的话 那2028对赖金德总统来讲 当然是比较有胜算 可是当然有人讲说 委安哥你不要想那么多 2028没有选举 我们再说 因为2027还没到 两岸的军事确实非常紧张 委员 你怎么看 赖韩同台 那个善意的交流 真的就是善意了吗 当然是假的 为什么 那个场合是一个疑似性的场合 赖清德跟韩国瑜 他们两个人在那个场合 表现给大家看 说我们两个互动良好 朝委合作 但是真的到了所谓的总预算 真的到了要罢免谢国梁的时候 一定针锋相对 而且明年 等到立法委员任期超过2月1号以后 民进党一定会去发动 罢免国民党的立委 而且这个活动可能会撑到2026 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讲 不要以为赖清德的笑脸 后面没有长刀 不要以为赖清德 他会是一个很温顺的人 赖清德有什么特色 他善于极限对抗 什么极限对抗 你只要看看台南市议会 他说不去开会就不去开会 你只要议长是 是这个某某 李全教 李先生他就不去啊 对不对 多少天啊 他就有这种硬杠的精神 有这种极限对抗的精神 他现在对岸也是极限对抗 对国民党也是极限对抗 对民众党也是极限对抗 民众党现在因为党比较小 党主席就被抓走了嘛 所以民众党最可怜了 但是国民党不要以为 你就可以轻松过关 博弈你怎么看 赖清德主席 对外的这顿和解饭 要吃之前已经五味杂成 对内派系搞不定 阴系崛起 变成另外一个越来越大的噪音 你怎么看 赖清德一开始 展现一个非常强烈的风格 就是中央集权 但很明确的 中央集权真的顺利吗 感觉起来不是那么顺利 因为不只是党内 还有党外 都出现相当多的杂音跟状况 最糟糕的就是 韩国立院长本来很认真 很努力的帮中央跟立法院搭起一座桥梁 双方终于要吃和解饭了 要一团和气非常好 结果却被总统府副秘书长的一句话 他说 希望韩院长 莫忘世上苦人多的酸言酸语 破坏的差不多了 跟各位问一句 总统府副秘书长 讲出这个话是谁授权的 总统 大家随便想都知道 谁能指挥得了总统府副秘书长 所以现在状况非常明显了 就是突显出来 民进党跟民众党一样 都是一人政党 民进党里面只有赖清德所有才算数 卓鸿泰讲什么不算数 其他人讲什么通通都不算数 而在这种情况 在这种氛围下 我只能说和解饭就算吃再多顿 都没有用 因为赖清德的态度没有改变过 他就是要跟在党硬汉到底 他就是一步都不退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在党要自己努力 该争取的就争取 该三条预算就要三条预算 绝对不能够让民进党继续的语曲语求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强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而且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郡向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셋 观众 观众 cir并 screwed 感谢观看